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EIA原油库存再次意外大幅下滑 且库星原油当周库存创6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那受此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价格短线自50.88以待最高上冲至51.71 当日累计涨幅达到近2.27% 虽然汽油库存再次录得增加 创今年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但是因炼油厂进行维修 令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产出下降 这样季节性因素并未对油价的涨势造成打压 那从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截止至10月14日当周 美国原油库存减少524.7万桶 此前市场给出的普遍预估为增加270万桶 而美国库星原油库存减少了163.5万桶 降幅为4月8日以来的最大水平 前值为减少131.8万桶 此外汽油库存意外增加了246.9万桶 前值为减少190.7万桶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放眼整个国际原油市场 中国国家统计局当日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 显示9月国内原油产量降至1598万吨 接近6年最低反映出油田支出下降及关闭旧油井的影响正在发酵 同时9月中国原油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9.8% 创纪录第二大同比降幅 那中国作为全球前五大产油国 中国原油产量大跌 使中国油企持续致力提高效率 或成为帮助全球油市恢复平衡的最新迹象 那当日作为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加拿大 也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决议显示下半年末 该国原油行业投资削减将消失 那在最近两年里 由于原油价格瀑布式的下跌 致使沙特经济备受打压 该国不得不通过削减政府开支 动用外汇储备等措施 以应对油价下跌所造成的预算斥资 然而沙特仍面临严重的经济放缓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今年沙特的GDP增长率 将由2015年的3.5%降至1.2% 全球性的石油问题 使得众人更为期盼 OPEC组织是否将会在 11月30日的正式会议上 达成实质性的重产协议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WTI原油在上午交易日 收出了一根有较长上一线的阳线 显示出价格在短线创新高后 遭到了上方一定的阻力打压 此前原油价格在上涨至高点51.34后 欲足下挫 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正当整理 昨日虽然受到了良好的库存数据推动 一度冲上了此前6月8日住就的高点 但仍未形成有效突破 后市中建议投资者可先耐心等待观望 若能形成有效突破 则可关注其多头方向 反之价格将回到此前的正当区间 49.64至51.34 短线可关注上方51.34的压制 下方可留意上个交易日的低点50.37 好 霍时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四10月20日 北京10月20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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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 11月19日